本届耶诞大赛最悲催的球队莫过于是老板乔丹的夏洛特黄蜂队了 不止因为透荒者西部排名第六 且阵容正在逐渐趋于完整 由当家球星李拉德 商誉复出 搭配近来表现不俗的西蒙斯和格兰特 与四号位的Josh Hart高效率的出手表现 以及能隔人暴扣的气部中锋 常人驻Ubex 可以说透荒者在每个点上几乎都能力压黄蜂 值得一提的是西蒙斯近来状态神勇 上一场对阵灰狼还砍下了31分 其中包括接连命中的三分远头 更是追分利器 且在突破禁区的打法上 西蒙斯还能在李拉德因伤缺陣的几场比赛里 开始有效的组织进攻 然而西蒙斯的弱点也是非常的明显 那就是他是属于一个状态型的球员 有手感时怎么头都进 没有手感时就好像另外一人 反观黄蜂队靠着两大主力 Kelly Aubrey与Terry Rosier拿分之外 还有独到的收缩封闭战术 可以毁掉对手的内线球员进攻方式 尤其是拓荒者的中锋Nerkic 上支稳定性不足 加上移动较慢 势必不容易突破黄蜂队的防守战术 以上就是体育特判员关键 现在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棚内 麻烦点击 没有任何准备 那已经很快立即 请不吝点赞 我订阅